世界青年联盟WYA欧洲分会 日前在我国驻欧盟代表处举办2017青年领袖会议开幕酒会 超过60位欧洲青年代表齐居一堂 驻欧盟代表曾厚仁表示 透过与这样具有国际声望的组织交流 对台湾立足国际将有正面注意 它是等于在1999年在联合国成立的一个 世界青年联盟这样的一个组织 全球的会员总数有60万多人 跟联合国关系很密切 跟欧盟关系也很密切 所以我们透过跟这样的非常年轻有活力的国际组织 来建立这种工作的关系 我觉得对我们的工作会非常有帮助 WYA会长庞彤雷达表示 WYA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就和台湾建立特殊情敌 自己也曾造访过宝岛 期待大家进一步认识台湾 曾厚仁向代表们强调 台湾目前已和全球15个国家签订 度假打工协议 其中十个属于欧盟国家 不少青年代表表示 曾在新闻上看到两岸新闻 对台湾并不陌生 也耳闻台路文化不同 我有兴趣到宝岛欲游 贸在新闻中鲜的粉丝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